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自己购买了一组的CRLS 它是一组的摄影用的灯光用的反光版 那它的反光版有不同的层级 那它现在还在国外还在美国等它运过来 但是我现在想说我们可以先稍微再认真研究一下 关于反光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认真玩一下那个镜子 然后我们也认真玩一下如何 反光让我们的环境更有氛围 反正就是怎么样反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先架来一盏600D在我的头顶上 然后加上Fernel 那这样子我们直接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光线 那我们就在想办法如何让它飞来飞去 然后达到我们要达到的效果 600D加上Fernel其实还蛮重的 大概是8点多公斤 那我们就直接用C夹加到顶天理基夹上面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那我手边有几片镜子 那一面就是镜子 就是你看到什么 它就反射出什么 那另外一面刚好是纯白的 它也可以拿来补光用 所以就来研究一下怎么摆到我们的环境当中 那我目前用三片镜子的家具呢 就是用我目前现有的东西 然后就把镜子夹上去 像是我这一个第一个就是用C夹 然后用一个球型云台 然后直接把四分之一 就是接相机那一端直接接到我们的C夹上面 然后上面的云台就可以调整镜子的角度 然后下面又再加一个小的卸型夹 就是各种奇怪的土炮 然后我们就把镜子夹上去 那它就是有一点怕夹太紧 然后就是会把镜子夹爆 所以后来加了一张卫生纸在上面缓冲 让它稍微夹紧 但是又不要让镜子破掉 这是第一组 那第二组呢 我就拿一个Cardellini 然后加上一个弓头 然后再加上一个AVTURE的球型 球型云台 然后我们再拿我现有的 原本是夹平板电脑的 但是拿来夹镜子还蛮适合的 我们就直接把镜子放在上面 这个组合还蛮稳固的 而且它这样子四个角刚好都夹足 所以镜子是不会掉下来的 所以还蛮棒的 如果之后那个CR-LS那个系统来的话 看看有没有用这个方式 或者是 如果要安全一点 就还是要买原厂的那个专用的 后面的夹座 但是那个真的是超贵 没关系那个 等货来再想想看 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 那第三个镜子呢 这个就是一个C夹 接上一个公头的球头 一边是母头的球头 然后我们再接一个 Coupo的夹子 大力夹 那它大力夹两边都有那个橡胶软垫 所以不会让镜子破掉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这样夹着 这样还蛮稳固的 我已经用这个组合 还蛮一阵子 我觉得真的是超棒 而且角度调整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啦 我们就直接来 稍微架一下我们的镜子 让它把位置定一定 反正我们就是灯 一盏灯 这样光线照出来 中间我们要加几片镜子 就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OK 那我们三片镜子都把它架起来 但是角度还没有确定 因为我们的光还没有把它打开 那我们现在把光打开 来慢慢的调整一下角度 看看会变出什么神奇的花样 那我们三片镜子都加好了 那第一片镜子呢 就是这一片 那这一片就是直接反射 打到我们的背景 让背景有一个光束的感觉 看起来有点像阳光 这样撒进来 打到墙壁的感觉 接下来这两片 我都直接把它放到同一支灯架上 然后同一个位置 那这一片呢 是用直接镜子来反射 那上面这一片 我用比较柔和的那一面 稍微有点像是 赌光的感觉 那下面这片镜子呢 就是我待会要拍手中的东西 我的手会在这里 然后就会让我的手发光 然后那个产品也会发光 就是造产品的东西 那上面这一片柔和的呢 就是稍微补一下我的脸的光 呵呵 但是好像没有太明显 这样子就有补到 这样子就没有 反正这镜子就还蛮好玩的 就是稍微走一点点 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很帅的东西啦 那我们就快速订好机尾 那我们今天用的镜头 就是SIGMA的2435 这一颗我超爱的镜头 那我们今天在24的广角端 那我们的麦克风也就直接架到我们头顶上 用Noga这样子 BOOM出来 因为我懶得在前面再加一个 麦克风杆在前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差不多的镜位 那我们的镜子这样子 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变成我们的光比几乎是一样的 不 光比就是一样的 所以你调亮一盏灯 我们的光比都还是固定 所以还蛮方便的 就不用说 如果我们这里架了三盏灯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变亮 那我们就要去单独的去调整这三盏灯 那我们今天只有一盏灯照过来的话 我们只要单独调整这一盏灯 那我们的光 就会一起变亮 真的是超赞的 好啦 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拍影片吧 OK 那我们拍完我们的影片啦 那这个镜子真的是还蛮好用的 就变成这个白色已经有点像是已经柔光 然后的效果 那这个镜子就已经是很硬的那种效果 那我想要 不是 我已经买的那一个 还在国外 等它寄过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寄过来的那一组CRLS 那它会有四种不同的等级 就是从非常硬的光 然后从慢慢的diffuse 那个是什么 慢慢的让它变柔和 反正它就有四种等级 那这样子应该 就有更多的选项可以选 而不是就是 硬或是柔 它还有硬 然后比较硬 或比较柔 就是有很多等级啊 反正就等它来啊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好期待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拍一片日常的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按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